哈喽圣诞节快乐 今天是boxing day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收到礼物呢 这一期呢我想做一个跟圣诞节有关的主题 然后前阵子呢我正好去超市里买了三个姜饼屋 这一期呢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三个姜饼屋 看看要花多久可以把它们做完 第一个是这个KCAT出的一个 看上去就是一个房子的形状 第二个呢是奥利奥的一个姜饼屋 它里面的饼干应该都是用奥利奥做成 最后一个呢就要介绍一下这个 frozen的出的一个大的姜饼屋 然后看它这个图片就是非常壮观非常大的 盒子也比刚刚两个大很多 那第一个我就先把这个KCAT给拆了看一下 这个盒子打开来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上面先有一包这样子的糖浆 应该是待会要装饰 还有就是粘合那些饼干用的 然后下面一层就是非常非常多的KCAT的巧克力 然后还有这个糖的装饰五颜六色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模具 待会儿应该会用得到 它这里有些步骤 第一步是先把地基拿出来 然后是把黑色的巧克力围成一个墙 然后把这两个模具放上去 白色的巧克力就作为屋顶 然后用一些糖浆来装饰 还有糖豆就完成了 看上去还蛮简单的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做吧 这些糖浆来装饰五颜色的 这些糖浆来装饰五颜色的 其他糖浆来装饰五颜色的 咖啡色的糖浆来装饰五颜色的 好 这是最后的成品吧 看一下 我觉得好丑啊 完了 墙倒了 刚刚做那个KCAT我觉得非常失败 主要原因是那个糖浆我控制不好 然后呢 现在我来做这个奥利奥的 它里面也有糖浆 我希望这一次比刚刚那个做得好一点吧 那就开始先做这个吧 五颜六色的糖球一袋 迷你奥利奥 还有这个姜饼 它已经帮你做好了房子的形状了 还有这袋糖浆 好了 做完之后 这个就是成品 看到吗 挺好看的吧 OK 这个是包装上的样子 然后这个是我做的 感觉还可以吧 没有差太多 这个是最后一个了 一样还是一个大的糖浆 然后它这里多了一个紫色的 因为它想要画出一个城堡来 然后这次是一些金色的一个球 想作为城堡的装饰吧 然后还有巨大的一些姜饼 真的是能闻到生姜的味道 你看我做的姜饼 应该是这样的 太难弄了 我放弃了 我不晓得我这个了 OK 现在我来总结一下 这三个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虽然它小小的 但是做起来最简单 这个也还不错 这个绝对不是我的问题 真的 这个真的绝对不是我的问题 它这个糖浆实在是太难弄成这个样子 就是要把整面都涂成白色 然后你还要用紫色勾勒出它的蒙窗什么的 这个绝对不可能 这个冰雪奇缘就是红那个小朋友的 千万不要买它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谢谢 拜拜